当所有硬件商都在叫苦通货膨胀原材料成本大增 以至于不得不提高新产品售价的时候 漂亮国一家零售商干了一件令人称赞的事 甭管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但这种精神很值得国内的硬件商学习 10月1号美国零售商MIC宣布 购买锐龙7000系CPU将获赠价值为190美元的DDR5支齐内存 其中活动产品为锐龙9-7950X 锐龙9-7900X 锐龙7-7700X 并不包括锐龙5-7600X 此外MIC还承诺凡是为7000系CPU入手对应主板的 将再提供20美元的折扣 也就是说从MIC入手CPU加主板将会节省210美元 这对所有玩家来说都是不小的优惠 尤其产品还是刚刚上市的锐龙7000系CPU 其实MIC所作所为很值得国内的厂商学习 目前电子产品已经处于需求寒冬 早点降价多搞一些优惠才能可持续发展 别动不动觉得新产品不能够降价 当然MIC应该也是得到了AMD的许可 反观NVIDIA显卡方面 北美人数商已经列出了非公版显卡的价格 ROG的4090竟然已经标到了2000美元 TUF Gaming为1800美元 超龙为1700美元 说实话这次非公显卡 ARC的产品定价不算高 毕竟公版都1599美元了 根本原因就是NVIDIA公版定价不合理 老黄还以为现在的市场是两年以前 所以有的时候格局这种东西一比较高下立判 不过ARC也不要把责任全部推给NVIDIA 前两年光显卡赚的都够厂商客户好几年了 现在矿难了却不愿意将利润送玩家 因此ARC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咱们千万别和资本家讲感情 该收割的时候他们不会手软的 话说你们对七千系瑞龙变相降价怎么看呢 请今天就说到这 拜拜各位 拜拜